《動物農莊》第十二段 大召集,拿破崙在授訓典禮上頒給自己大子英雄一等章 然後牠在台上以嚴厲的眼神掃視下面 接著咻一聲,保安狗就撲出來 咬著四隻年輕豬拖到拿破崙的面前 其中有幾隻保安狗就撲向博薩馬 不過博薩馬一跳,牠的鐵蹄就把狗踢到飛起,再踏回落地 那些狗呱呱叫,叫了幾聲就掉頭走了 拿破崙要四隻年輕豬認罪,牠們打了冷鎮,認了 一個說自己秘密接觸的波波,一個說自己有份破壞封車 一個說自己是間諜,一個說把物資偷偷偷 捕偷地送了一個旁邊的太古農場 四隻年輕豬一說完,被保安狗咬破喉嚨 雞蛋抗爭帶頭的河頭第三隻沒有雞都站出來 牠說的是波波主使牠們違反拿破崙的領導 我就承認偷偷地寫放幾條小麥自己吃了 有一隻羊說,晚上經ικό小便 他說是波波叫他這樣做的 然後拿破崙忠實的追隨者 兩隻羊羚都站出來自首 我們追著老公羊跑追死了他 認罪的動物都被當場處死 仍然活著的就在恐慌悲傷之下散會 度步到小山丘趴下靠在一起 博薩瑪說我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 一定是我做錯了什麼了 只有更努力工作才是解決之道 我從今天起要更早起一個小時工作 他一說完就起床自己跑到礦場去 又拉了兩尺石頭 幸運草就一喝眼淚的說不出話 不知為什麼 小聲就唱起動物之歌 其他動物情不自禁地跟著唱起來 唱得很慢很慢 聲調哀傷 唱了幾次之後 主婦帶著三隻保安狗來 同志們 我是來替拿破崙宣布特別命令 動物之歌已經廢除了 以後不准再唱了 蛤? 史拉又說 動物之歌是代表抗爭 現在我們抗爭成功了 剛才處決了的叛徒已經是最後的行動 我們期望將來有美好的社會 現在社會已經建立了 這首歌不適合唱的了 動物們又不敢反對 那些羊又起身叫了 四腳好兩腳衰 叫了幾分鐘 然後整件事就結束了 整件事就結束了